摸摸熊玩具乐园 变形成人马兽呢 首先在前腿处将马头和马尾分开 然后拆下新甲天马的翅膀 接着向后翻转马头 这个是人马兽的身体 旋转手臂 再安装到新甲天马的身上 最后把天马的身体拼接起来 调整四肢 好了 新甲天马变形成人马兽了呢 这位呢是新甲师 他可以变形成合体机器人的身体 先把狮子尾巴拆下来 向后收拢新甲师的前肢 接着向上旋转狮子的后肢 狮子的头部呢 需要向下翻转 取出机器人的头部 再旋转下狮子头部 合体机器人的身体准备完毕 红色这条是新甲龙 它呢可以变形成合体机器人的双手 首先取下背部的两把转转 接着从后腿部拆出尾巴 向内回收新甲龙的四肢 新甲龙的脖子 还要向内折叠 取出合体连接键 一条手臂 变形完成 新甲龙的尾巴 只需要折叠尾肩 另外一条手臂 也变形好了呢 白色这位呢 是新甲熊 它可以变形成 机器人的一条腿呢 先把新甲熊的四肢 向内回收 接着取出合体连接键 最后再旋转头部 腿部准备就绪 还有红色这位是新甲凤 它可以变形成 机器人的腿部和翅膀 先取下尾部的两把刀 把新甲凤的两条腿 从身体处拆出来 新甲凤的两条腿 可以合并 成机器人的另外一条腿呢 我们来试一下吧 最后再把爪子 向下旋转 哈哈 机器人的腿部 也变形好了 新甲凤的翅膀呢 需要和新甲金 结合起来 最后这位 就是新甲金啦 先取下腹部的脊 接着向下旋转 接着向下旋转尾旗 旋转一翅 再把身体拆成两半 最后再把拆开后的 新甲金身体 分别安装在 新甲凤的翅膀上 机器人的翅膀 也准备就绪 接下来的是 机器人的合体环节 先来安装机器人的双腿 把腿部连接件 对准身体 卡口 安装上去 还有另外一条腿 也要安装上去 安装完毕 接下来 到手臂的安装了 把手臂连接线 安装到身体卡口上 另外一条手臂 也按照同样的方法 安装上去 手臂也安装好了 这个是机器人的翅膀 需要安装到机器人的背后 最后还剩下武器 我们把它安装在手上 好了 神兽星甲五合体机器人 变形完毕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吗